在哪里来啊 在 在哪里来 在三千千里去 怎么来 双脚还可以动 还可以拿个体力 带着我们的鸟茶的家当 来去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来去走便便 参存我们百年的鸟茶 这是我的在世之年的愿望 美国三十七年 六月十七号 从广东汕头 坐下来台湾的船票 这张 他把他的土地 房子抵押 五百五十万 换了一张成票 以前在台湾过台湾 没有带多钱 可是我爸爸妈妈 带了很多的东西 好 还有这一个 这个是我爸爸妈妈 三十七年 从 汕头 家乡 带过来台湾的 就是这一个 再过来这一个 是美国四十年左右 在台湾 台湾 台湾的公馆 卸家 他当学徒的时候 他做了雷波 这个早期在台湾 这个雷波 是做雷米浆 你看我妈妈用了这个六十几年了 我还保留到 她的 我妈妈以前是每天 有时候一天吃两三次 都是用这个来磨 磨米 磨雷茶 所以她会拿来磨米 也会拿来磨雷茶 对 我们是用雷茶 她们是用磨米 那这个 这个就是我的妈妈 一百零一岁的时候 雷茶的这个 照片 她是一百零那岁才做的 这个是一百零一岁的时候 这个讲起来雷茶也是我们 庄家 这个几百年流产下来的 我也希望说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现在的在台湾呢 一讲到雷茶是以北部雷茶 那北部他们现在是 大部分都是以田的为主 那我们是以雷茶 以咸的雷茶 就是传承的文化为主 传统的还是 还是有人接受 比较少 因为这个现在的工商业 就不要那个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在 对 是这样 所以说他们 那边的雷茶也没有咸的 就是除非自己雷的 不然他出品的话 都是以甜的为主 而且就是饮料用喝的嘛 用泡的 对 然后我们这个传统雷茶 对我们说吃雷茶 当饭吃 对当饭吃 在台湾很多人会误会说 雷茶本来就是甜的这件事情 虽然它是客家族群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但即便是客家人本身也很少很少人知道说 传统的雷茶是什么样子 所以雷茶主要还是那个芝麻花生 茶叶芝麻花生青草药 有什么青草药会讲的 有啊 吃五家 雷公根 雷公根 比较少啦 吃两的嘛 薄荷 香菜 佐神塔 对 古早的茶叶要保留 现在可以创新 那等于说我们是保留传统的 他们是创新 现代的雷茶 有用之年 还可以说到外面去走一走 把这个我们最传统的雷茶 在发扬广大 有一道题目是问雷公说 你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梦想还没完成 你想要去实现的梦想是什么 这样子的题目 那那时候雷公就说 他想要开着一台雷茶车 有一天开着一台自己的雷茶车 车上载了他的雷茶的器具 然后到全台湾 环岛 在环岛的过程中 边环岛 边跟不同的旅人 分享他的雷茶的故事 还有就是雷茶的文化 传统雷茶的文化 我们这个雷茶在早期我们就有 为什么在西 在花莲那些会有报道 我们在那个时候被欺负还很少 所以后来我就一头栽入我们这个雷茶的推管行业 一直到现在就87年将继80年 我们87年的时候我就在南平路我就住家 那个时候我跟着我大嫂 我弟媳妇 那个就是一家就是三 一出门就是两三个人 那个时候听到哪里有活动 那我们就是 一就是说 有时候自动去 问他要不要这个雷茶的活动 只讲一步一步一步的转程 那平正南平那边从87年做到什么时候 做到93年 93年 对 后来我们就到各地 等于是流浪一样 他们哪里要需要我们 那我们就会去他们那边做整个雷茶的文化展成 96年以后 我们在平正的那个 范先生也是我们平正社会大学第一届的老朋友嘛 我的同学嘛 后来他就讲他那个 新屋的那个 他那个赛鼓场 没人住 问我要不要去 去那边 我说好啊 所以说从那边都开始 布置 场地 一直慢慢的把他 把雷茶的文化从那边 发扬 所以说我们天台楼的发扬 是在寻 沿头是在平正而已 从平正开始吧 对 从我妈妈的手上传承下来的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雷茶跟他母亲的关系 其实是很深的 然后也是因为他的 算是孝心吧 然后所以 他在制作雷茶 然后还有推广的部分 其实很大一部分 我觉得跟亲情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主要 我看你很多地方主要是跑桃园 桃园在地的 对 对 198年 99年 100 100 100 102 这个桃园的 童花季 客家 文化节 每一个社团 他们是 原厂一组 之前有单位配合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主要的 现在没有 现在我们那个单位已经 那个理事长已经往生了 是什么单位 深耕客家 一文协会 他那时候是几 一百零几年走的 一百零 三年 零三 你妈妈慢是吗 慢 妈妈走了她就跟着走了 好 刚初在计划环岛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说这个活动它是有意义的 有文化内涵的 甚至是有深度的 我们不希望说这个环岛它最后就是只是变成机场活动 就草草结束 那是会非常非常可行的 所以 我们 花了很多力气在讨论客家文化 雷霞文化 或是关于传统文化跟文化创新这方面 有一些活动的 在这境法争吵 有些东西 有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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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要赶在一起 然后我们好像要赶在一起 好像要赶在一起 我的牌店那种东西 不客气 放得下吗 可以 可以 雷膏 禮哥 禮哥 我們要去禮禮茶 歡迎 要加香菜 還有呢 加九層塔 有沒有聽過 有 有沒有聽過 有 有 吃菜 沒有 沒有 已經沒有 有沒有 沒有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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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進行中 可能 他有 他自己平常上課的一道方式 那可能跟我們想要 最大效益化文化推廣的 推廣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可能就會造成我們之後 事後開會檢討上面的 一些 小小的衝突這樣 也是一些困難的地方 好 所以主要問我們 長空 對不起我錯了 因為我們跟妳的說 不是跟妳一樣 不是跟妳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也有 我們正正的 看得懂嗎 他是人生故事很豐富的人 就是 他 把他一生 就是奉獻在擂茶上面 所以我怕他推廣上面 那他就是 真的是 真的是用盡全力 就是付出自己全部的心力 我那時候就 決心要從事擂茶的話 我就是沒有去工作 那我們擂茶 我們又沒有去做商業性的 又沒有去賣擂茶粉 我們都沒有商業性的 所以說 到93年以後 只有付出沒有輸入啊 到最後那個房子就 換人了 為了做擂茶吧 對 妳一個人要做兩個 我們不是兩頭蛇 顧不了頭顧不了頭 所以說我寧願說 一直在流浪 流浪這個原因就這樣 所以說一百年以後還不錯 我們農民之家 我們這個 可以我們住進來這裡 吃穿不用手 就可以共有時間 去推廣我們那個 雷茶的行業 會不會很辛苦 那沒辦法 這個 雷茶迷 深入陷阱 有時候後悔啊 不進後果啦 就是這樣 那目前還可以啦 目前的話我們這個 有三碗水 去哪裡都有 不會後悔 不會後悔 因為坐六旺七了 也差不多啦 對不對 那這支雷棍 我們也跑了 這個全島 環島 去年 我們跟這個 中央大學的同學 環島 也感謝你們這個 大家的 給我們這個機會 如果把雷茶 推廣到我們台灣的各地 各角落 我們傳播傳統的雷茶文化 傳承客家文化 它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任務 因為它 是非主流的 而且它並不是說 一次性賺之後 它就大功告成 要實際真的讓更多人了解 或者說要翻轉大家的印象 我覺得還是需要更多的努力 然後一起就是 年輕人的投入這樣 原來其實有這麼多人 一起在努力的 所以我們也不是孤單的 那更重要的是說 如何把 這一次性的活動 繼續生根 然後讓你這個 效益持續擴大 而不是讓它 就只是停留在 那一次環島 就是要有那個使命感 那你只要走下去 你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事情 是我們 可以做得到 而且 我們可以 對 大家 化幾一份心理的地方 這環島的階段性任務完成之後 我們都應該還要再去想出未來的路 要怎麼走 有沒有打算說 做到什麼時候會退休啊 就不做了 我要跟我媽媽的 我媽媽學 跟你媽媽學 跟她學 我媽媽往生前14天 還在累什麼 那你未來有什麼 打算嗎 未來就到處走啊 還是走 走一天 走 能夠走一天就散一天 還是有路可以走 重點還是說 能夠 體力能夠維持的話 我還是會繼續跑 對啊 你說你那些雷伯跟 對啊 那個可以對 對 對 文物啊 你捨得捐出來 雷公捨得嗎 雷公捨得 雷公捨得 以我之力 大家能夠認識雷茶 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還是想不去 支持雷公捨捨得 人生 地獄 地獄 還有 空間 駅 媽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